今天我們來分享什麼呢 就是這台車呢 老爺車的電池 因為久久開一次了會比較容易壞掉 我們今天來分享兩個 一個安裝 這顆電池的負極段路器 那如何段路呢 就是這個 拔開 它就斷掉了 然後 現在 我們第二項的東西就是 買來這一台叫做千酸電池的充電器 就是不用去開車就可以充電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顯示就是這裡是汽車 然後呢 我們已經充電到兩格了 這裡 兩格 兩格滿了 繼續充 看充多久可以保 保呢 不知道 再觀察一下 看充多久 那它的 這個 充電裡面的溫度也偵測得到 現在就是 這個30度 然後6.2A 然後6.2A 現在31度 電池 然後13.2.1的 一個 電壓去充它 這樣子 因為這是12V的電池 OK 以上的改善呢 可以讓這台 汽車的電池 壽命久一點 然後繼續充電中 OK 今天 開車來去紅毛港看看 充充電 出發了 出發了 跑車充電了 現在我們要來測試什麼呢 就是這台車 它現在的 儀表板是 123041 我們剛剛已經開了 5公里的 我們到紅毛港 現在快到了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開回去 來回10公里的 狀態下 我們今天要測試的是 我們剛剛測試電池的電力是 2格 那我們現在 就是測試跑來回 合計10公里 回去會增加多少格的電力 這樣就可以來決定我們 這台車 老爺車放很久的時候 它 會 掉多少電 一個月掉多少電 來決定我們要多久把它啟動一下 讓它電池不會衰老過快 維護 電池的電力 壽命 OK 今天的測試 然後呢 就會砸到 就去哪兒 有 五千 小玉 可以 是 來看一下 去了新豐紅毛港一趟 來回 這個是 剛剛去的時候是12304 2 從那個紅毛港那裡 出發 回到家是 048 也就是6公里 所以來回是12公里 真正的確切的數字是12公里 那我們來看一下 12公里 充了多少電 回來呢 OK 電勤拉開 關掉電源 好我們要接電 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跑了 12公里 以後呢 這個電池呢 充了多少電 答案 答案是 仍然是兩格 兩格 喔可見這個 充不多喔 也就是說縱使我跑了那麼遠還是充不多 喔 喔 這樣子 13.2伏特的電壓 6.2 安培 喔 溫度29度 好 所以這 仍然有待觀察 喔 就說 是不是 這裡 繼續充電 才有機會 更高啦 OK 我們就放在這裡撐 然後我們等到 傍晚的時候 三小時後再來看 到底充了多少 OK 這樣 現在是兩格 到底都是兩格 那我們充三小時看看 再來看看 OK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呃 經過了一個小時以後 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剛剛是兩格 的一個電量 我們看一下 現在 的電量是三格 已經充飽三格 喔 有沒有啦 然後電壓也都回到正常的 13.78 喔 比較健康一點 13.7 喔 不會在那個13.0 1.2 那些 都稍微低一點 而且 已經有 60%的電力 充好 一小時是充一格 充20% 喔 這樣我們就有數據了 喔 這個 這個 千酸電池的 的一個充電效率 是 一 一小時 兩 20% 一格 一格 它總共有五格 一格是20% OK 那預估呢 現在還有剩下兩格 兩格的話 一小時兩小時 所以還需要兩小時 那兩小時的話 現在是 時間是 快7點 8點 9點 等一下晚上9點再來 看一下 看是不是 能夠充到100% 如果充到的話 那這個就蠻有規律 可見這台充電器還 有真的充進去囉 因為我開車的狀態 都沒充那麼保 可見它的效率 開車還有效 喔 讚喔 那這樣是 買這台就值囉 喔 那麼開車數據一小時回來 都沒有充那麼多啊 OK 那這個實驗數據 有價值 買這一台值了 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經過了4小時以後 再充電多少 4個小時真的嗎 就是真的後面這兩 40%就 滿了 喔 標準的就是這個 這顆電池是13.3.4 喔 我說13.4是正常標準的 喔 就是 沒錯 所以這顆電池是 現在目前為止 是蠻健康的 喔 然後再看一下 這個31度 就是目前的電池裡面 因為充電那麼久了 它的溫度 是31度 這些數據都可以解讀 好 OK 13.3 13.4 之間 OK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千算電池的充電器 它也可以測出 不但可以測出 目前的 電容量多少 還有剛剛這些數據 也都可以測出來 耶 不錯喔 這台好用喔 所以我們目前弄在 汽車的位置 那如果是以後 電池不夠電的 我們可以修復 從這裡 慢慢修復 這個MODE按下去就可以選擇 你看 按一次 就跑一格 再按 就變摩到車了 然後就可以到修復 這裡就 加號就是修復的地方 我們最常用的是汽車 所以我們可以 放在這裡 好 那這一顆就可以拔掉了 這樣砸到氣 讓它維持開的 這樣表示 它就不會 繼續耗電 耗電下去 那我們一個月來看 這個100%的電 剩下多少 就知道了 就有答案 OK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砸到氣 的 安裝 分享 還有 還有 千安電池的充電器 充電 的方法 分享 OK 以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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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